大家好,这个世界有惊人的大黑暗降临,那些被拣选的人们,那些手中握有大使命的人们,我是说川普和他的战友们,请为上帝的分散秩序而战,为伟大的美国价值而战。 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去与最邪恶的暴政作战,直到取得胜利。 这是人类最杰出的政治家丘吉尔在二战开始的时候。 对英国公民的著名演讲,那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时代,英国人无论是话语还是行动都以上帝为依托。 有人在历史材料中发现了最动人的细节。 二战期间,在是否与英国并肩作战问题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不了决心,他派霍普金斯访问英国,试图考察英国人的士气和意志。 丘吉尔很关心霍普金斯回国后怎样写报告,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罗斯福总统的决策。 事实上,霍普金斯在英国考察期间,他被英国人强大的信心和勇敢的精神深深感动。 临别时,霍普金斯引用圣经的话对丘吉尔说, 你去哪里,我会去哪里,你住哪里,我就会住哪里。 你的人就是我的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记。 丘吉尔当场泪下。 我的朋友,二战时代的英国人乃是为上帝的分散秩序而战,抗拒希特勒统一欧洲的邪恶计划,捍卫欧洲古老的分散秩序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徒总是勇敢的,总是刚强壮胆的,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身上,能看到这一点。 而在今天,我们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 长久来看,基督信仰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上帝已经胜过了世界。 从人的行为来看,基督信仰也是不可战胜的, 因为生活在基督信仰传统之下的人们。 由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相信每个人都是罪人, 因此他们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伟大的开放式纠错能力, 每个人都不可能长久生存在一种醒目的错误之中, 每个人都在改进状态。 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基督教传统与政治的关系命题。 经常有中国学者提出政教分立的原则。 这当然是一个好问题, 但比这个问题更加深邃的问题还有很多。 首先,政教分立的最初原则就是出自马太福音, 那是耶稣的名言,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当其时, 耶稣说出这样的话语, 那些自以为博学多才, 纯洁无比的法利赛人也觉得稀奇, 称赞耶稣是一个极有智慧的人。 第二,所谓政教分立, 前提是必须先有稳定的宗教资源。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当我们中国人讨论政教分立, 我们的宗教资源是什么呢? 有人提出将孔子的学问列为儒教, 但任何宗教体系并非后人的创立, 而是鲜艳的给定。 儒家在中国思想史的传统演化过程中, 一直都是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而存在的, 并没有发展成完整的宗教系统。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常识, 儒家是人与人之间的教育课, 儒家不是真理启示。 第三, 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改进, 慢慢改进, 所形成的基督信仰秩序的公共成果之一, 就是具有醒目的开放式纠缩能力。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为什么基督教社会具有开放式纠缩能力? 这个纠缩的过程足以证明圣经话语的真理意义。 一个一人也没有, 所有人都有罪。 这句话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第一观念秩序前提, 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 凡是相信所有人都有罪, 一个一人也没有的国家, 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文明。 凡是不相信这句话的国家, 无一例外还停留在黑暗时代, 而且越来越黑, 永远看不见任何希望。 第四, 为什么其他宗教体系和其他的传统文化发展不出政教分立的制度体系? 当代社会如果要建立政教分立的制度体系, 是否存在全新的途径? 在这样的非常具有思想史传承的命题上, 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所谓创新的空间吗? 事实上, 基督教思想史最醒目的方法论之一就是回到圣经, 这是一个终极意义的观念回归, 因为我们相信太阳之下并无心事。 在原初观念的意义上, 任何意义上的所谓思想创新都是极其危险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基督教是最保守的宗教, 基督徒是这个世界最保守的人群。 所以, 一个健全的人必须时刻沉思这句话。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 这句著名的真言,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 在人性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 这句话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 在古老而又常心的善恶命题上, 我们人类并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 然而由于人是自由选择之人, 当我们行使我们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地进入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 试图通过人的理性能力判断善恶的近况之中, 罗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 这本人类的道德全书告诉我们, 如果一定要判断善恶, 那么判断的路径应该是致力于判断人性的恶, 一种普遍地覆盖到每个人的不义。 人人都犯了罪, 这让我们知道, 我们处理任何公共问题的时候, 必须明白每个人都是罪人, 每个人都是无赖,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每个人都是背离上帝的, 每个人都是短视的。 每个人在理性判断和自由选择的双向命题上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君王还是先生, 无论是贵族还是乞丐, 每个人都处在有罪有限, 无知无利无耻的鲜艳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所不在的普遍有罪的人性局面, 分开或者分散才是最大的公共智慧。 因为当我们这样的有罪之人讨论联合, 一定是罪与罚的联合, 一定是无知和无耻的联合。 所以, 真正的大智慧是, 不仅政治需要分开, 不仅市场需要分开, 事实上, 宗教也需要分开, 理所当然, 宗教和政治也需要分开。 当一种宗教无法分散, 这种宗教一定走向人性之恶。 当一种宗教不能和政府分立, 政府有可能利用宗教作恶, 宗教也会利用政府作恶。 至于那独裁的、 专制的、 蛮横的所谓中共, 他们根本就不懂分散的基本智慧, 任何地方只要有他们的影子, 必然变成黑暗地狱。 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能理解, 一个真正的勇士必须首先为真理、 法律和秩序而战。 一个真正的勇士必须首先战胜心灵之中的大, 黑暗。 一个真正的勇士必须与那些挑战上帝秩序的暗黑势力作战, 并且一定会在最终获得巨大的胜利。 当一个国家构成这样的鲜艳的民情秩序, 这个国家的文明之路开始了。